要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老胡 大家好 我是老胡 新年快乐 平平安安 红红火火 吉祥如意 节节高升 这个车离子该怎么说呢 就说有车有房嘛 新年快乐 不说没饭吃哦 不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大吉啊 开吃 今天年夜饭的话就是 八餐一餐也是蛮丰富的 因为我们那个人不多嘛 就才就是四个人 四个人吃 现在厦门的话 感觉的话是比较冷清的 没有什么年味啊 在老家就被人弄到了 还可以放冰炮 放盐花 玩爆竹啊 然后吃完年夜饭之后 还能出去创门什么的 厦门这边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这是板栗烧排骨 看这个颜色非常入味 已经这个是闷了很久的 非常软热的 鲍鱼花螺烧鸡 鸡 又海鲜的鲜 鲜了 像五文的话 那个吃菜的口味会比较重一点 冬笋炖辣猪饺 哇 这个猪饺的话是 是腌过的 是用盐去抹了味的是吧 就是辣猪饺 咸猪饺 没有 还挺咸的 还挺咸的 一味还是 比较经常吃的 红烧桂鱼 这个鱼是我最爱吃的 过年一定要吃桂鱼 大不大贵 虽然我觉得那个黄骨鱼比较好吃 这是我老家徽养府的银鱼 鲁的金钱肚 那个港式茶点 他就这样子的 哈哈 你卤东西也有一手 卤菜不小意思 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哈哈哈 敬大家 来 再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不好吃 好吃 哈哈哈 嗯 这个 没死啊 鱼 哎 烧肥肠啊 鱼掉地上吗 鱼哪里啃呢 看爸爸怎么啃鸡腿 看爸爸怎么吃 嗯 好吃 你看看看看 这一桌子菜十好几天啊 哈哈 十好几天 这么多菜 这一桌少 大家拿个针子 每年我们都十二个菜 究竟少四个菜 妈妈就会吃呀呀 嗯 就是吃不完吗 吃不完 倒就舍不得倒 嗯 你能在趴吗 那里有在家呀 也在家呀 嗯 嗯 嗯 你轻轻自己吃 你这里吃吧 啊 你这要给吃都飞出去了 这不是有吗 这也有 哇 都酥掉了 我喜欢吃粉 酥酥酥酥 牛介肉啊 这个牛介肉非常漂亮 这个买的好 像在厦门的话 过年期间外面的很多饭店啊 酒楼啊 其实都是一直在营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厦门这边有很多人的话 他们都没怎么在家里面吃营业饭的 更喜欢的话是去外面酒楼啊 或者酒楼啊 或者是饭店啊 订个大包厢 然后约上三五个朋友啊 他们都是一家一家人来的嘛 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人 挤在一个包厢里面一起过年 那样子会比较乐闹嘛 现在老家的话呢 就非常的乐闹了 一天的话 有时候是中午去吃年夜饭也好 晚上吃年夜饭也好 然后吃完的话就可以去走访了 去别的 去朋友 亲戚朋友家里面吃一吃 挺挺好玩的 好像现在老家那边也不让放烟花爆炉了 以前是可以放烟花爆炉了 很好玩的 现在也不行了 我们要慢慢吃了 就不继续拍了 在这里的话 再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今年一定发大财 拜拜